中文字幕——YK 本集的Podcast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台与今日新闻Nonews共同制播 持续介绍东南亚国家的震惊文化和流行事物 那么待会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泰国移工在台湾踢足球的故事 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泰国的足球教练 他来台湾已经25年了可以说是半个台湾人 要请他来介绍移工在台湾踢足球的现况 谁是幕后的大功臣 那么要如何兼顾工作的情况之下呢 把足球给踢好甚至踢出职业的水准 待会呢要请这位施泰新施教练来谈谈移工足球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故事 不要走开哦 接下来进入本周的东南亚最夯新闻 好的欢迎来到本周的东南亚最夯新闻 首先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到缅甸 根据BBC23号的报道 中国从10月下旬开始对缅甸的北部地区 针对与缅甸军方有密切联系的电信诈骗集团加强打击力道 而这也鼓舞了在缅甸境内一个自称是三兄弟联盟的叛军组织 在10月底向缅甸军方发动了攻击 缅甸北部的冲突一直持续到了11月 对于跨境贸易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 根据缅甸国营媒体的报道 24号发生一起从中国运送商品入境的卡车车队 部分车辆遭到焚毁的消息 缅甸军政府说 叛军团体他们所使用的是中国制的无人机 而如今动乱持续当中 这些叛军团体他们已经占领了北部一处贸易中心 和数十个军事据点 日前有抗议人士在仰光举行了罕见的示威行动 指责这起叛军的叛乱行动是由中国在背后撑腰 有分析人士说 这场示威是军政府所批准的 另外缅甸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指出 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这些被政府视为是叛军的组织 已经从缅甸军政府手中 拿下了一个通往中国 而且贸易利润相当丰厚的关卡 而如今缅甸政权的稳定 以及缅甸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现在普遍受到东南亚国家乃至于台湾都相当的关注 并且有许多的讨论和报道 接着要把焦点转到菲律宾 菲律宾南海情势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备受国际间的关注 最近在仁爱暗杀是成为了非洲主权争议的焦点 菲律宾国安会29号表示 安全考量之下 民间团体12月前往南海进行运捕的行动 将只会经过仁爱暗杀的周边 但是不会前往仁爱暗杀 多个非国团体组织组成了一个 这是我们的民间联盟 他们先前宣布计划在12月5号 要出动多达40艘渔船 要把民众所捐赠的耶旦物资 送到驻守在仁爱暗杀当地的 菲律宾守军的手中 而这是首次有民间团体计划前往仁爱暗杀 由于中国海警近来不断的干扰 或者是阻拦非国的运捕行动 并且多次向菲律宾的运捕船只 发射高压水柱 非国民间人士这一次的行动 备受外界的关注 接下来看比较轻松一点的消息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26号宣布 从今年的12月1号开始 他们要对来自于中国印度等国的游客 实施30天免签证入境措施 而就在稍早的11月24号 中国外交部表示 对于马来西亚等6个国家开放免签政策 旅游业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经济支柱 仅次于电子业和石油天然气产业 同时马来西亚的旅游业和关联行业的就业人数 占该国就业总人口的23%以上 不久之前 马来西亚的官方已经把今年吸引境外游客数量的目标 从1600万人上修到1800万人次 接下来要来看的是台湾与印尼的交流 由台湾驻印尼技术团所扶植的印尼农民 他们所种植的蔬菜 日前出现在印尼的高档超市 Papaya超市 而这些蔬果由于品质相当的不错 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 其中又以秋葵最受到欢迎 台湾驻印尼代表陈忠就说 这是台湾蔬菜首次在印尼的高档超市贩售 相当具有历史意义 Papaya超市在雅加达一共有6间分店 如今都能够买得到 由台湾技术团辅导印尼农民所种植出来的蔬菜 台湾驻印尼大使陈忠就表示 这象征着台湾与印尼的农业合作 水准已经是大幅提升 这表示印尼已经能够接受台湾比较现代化的种植方式 如今台湾技术团在印尼已经待了有47年之久 他们所辅导的农产品如今能够有品质上的提升 并且在价位较高的通路来贩售 是相当具有意义的一个里程碑 好的 以上是本周的东南亚最夯新闻 接着要进入本周的人物访谈 我们邀请到立青足球队的施太新施教练 来谈谈移工足球如何在台湾落地生根 好的 欢迎来到本集的东南亚最夯人物 我们这一集邀请到的是一位足球教练 要来谈谈移工在台湾的休闲运动 也就是足球 其实说是休闲运动可能还不足以形容 他们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喜好 一般我们对足球 对于移工在台湾的印象通常是 他们可能在车站聚集 吃吃喝喝聚会聊天 或者用手机开视讯跟家人直播互动之外 他们在室外的休闲运动也是蛮兴盛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足球 不过台湾人可能很少在生活当中 或是在一般的休闲场合 看到他们踢足球的模样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这一集第九集以及第十一集的 东南亚夯什么的人物专访当中 我们会持续为各位介绍 关于移工在台踢足球的风气到底有多兴盛 好的 要介绍本集的来宾是 立青足球队的总教练 施太新 施大哥 施大哥你好 你好 是的 首先想问一下施大哥 您来台湾多久了 这个中文讲的是还蛮不错的 另外足球运动在台湾 可能相对于棒球不是那么的主流 甚至踢球的环境也不如欧美国家 但是为何移工们在台湾可以发展出这样的组织规模 甚至还有更大型的比赛 足球在你们的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跟地位呢 你好 我叫施太新 对 我自己介绍一下 我来台湾快好像差不多25年了 刚才在问我说 这是像在我们那边像偏僻的 有几个活动没有那么多会选择 在小朋友那时候也是大部分不踢小就是打太拳而已 所以因为我妈担心说如果要去打太拳的话 会伤害到那个头脑 所以他就不建议我去打太拳 那所以我就选择了来踢小 那踢小 踢小是我们泰国是重踢小 就是大部分都是各地 那个每一系都有踢小这样子 所以很容易找到那个朋友还是场地这样子 所以对你们来说只要两三个人 就可以一起享受踢球的乐趣了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算住在村里那边 所以每一村每一村都有学校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每一个学校都有好几百个这样子 那爱踢小也是不少 像我们要去玩的是因为每一学校都有出小厂这样子 下课的话都可以再交流 反正是超过十几个这样子很少 因为在小朋友那时候都没有没有事做 所以就是接他们就是接同事来这样 就是有踢小这样 不好意思还有那个藤小 泰国是藤小是小比较小 但是在小的时候觉得那个因为小比较硬 所以因为他是用那个就是木木那一种 所以踢到比较比较痛 没有像现在是用塑胶 你说的藤小指的是藤球对不对 就是用那种软木枝把它捆绑起来的那种球 对对对对 现在也是台湾也有那个藤小协会了 所以也感谢台湾就是把我们那个泰国的运动 那个发展到台湾来这样子 因为藤小是我们泰国的真正的泰国的那个滑动都是从泰国 出生来的 所以藤球是泰国的一种传统的运动项目可以算是你们的国球吗 对对 算国球也这样子 你可以 这我真的孤陋寡闻 第一次知道泰国的国球是藤球 而且对他们来说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像藤球也是比较比较好比较好玩的是说各场三个人都可以玩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了解的话可以打那个藤球那个中华藤球协会也可以 中华藤球协会 对对对 因为因为现在台湾也是发展到学校系的 所以那个也是泰国的国球这样的意思 有机会我觉得我们节目也可以来做一集关于泰国的藤球在台湾发展的故事 对 那常常也是呃台湾也是跟我们泰国交流这样子 好那刚刚提到那个您是立青足球队的总教练 哦在这边相当好奇哦这个立青足球队在台湾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啊 哦好呃因为我们太不管泰国还是越南印尼 全台就是所有在台湾的话踢少是菲律宾他不踢球 就有看到是篮球场那玩篮球 所以这个三个国家进来一进来都都是踢小 对我们泰国来讲的是因为我们在泰国也有踢小的 然后进来台湾也是那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台湾是是玩什么 那个运动我不太了解台湾的那个国家 所以我我在问现在我的老婆说哎那个台湾有没有人踢小 那我老婆说有有看到他们去踢那我就这样我就不考虑就是只有带出小学进来了 因为我怕我买不到这样子然后进来也是我也是用那个工作证进来嘛 所以就不方便就不太方便了 因为没有像在那个泰国就是按照时间时间到就可以去练习了还是要去玩 但是来台湾就不一样因为来都便排到月班了这样子 所以有一点是比较难然后也有公司也有规定 然后还有门禁时间这样子 好管理规则比较多就对了 对对对对因为因为在泰国是自由 所以我觉得是算第一趟我也是算有算有找经验 偶尔可以去玩然后跟其他公司交流这样子 因为我来那时候人比较多泰国只有泰国跟印尼 然后菲律宾越南那时候还没来 所以泰国那时候好像全台湾好像有14到15万 所以那个人数比较多会踢小 所以但是墙地不方便找不到墙地对这样子 所以也是就是过了过了三年 所以第一趟我觉得对淑小我没有大机会是可以细踢小 可是那我知道了我就谴责我那个细小就是 因为再三年我也有那个访问就是其他朋友公司这样子 看他那个公司规定是什么样 就是对我比较适合比较好这样子 我不想公司违规这样子有那个情维 因为因为我是用那个那个工作中作证来上班 都不要影响 是所以您跟一般的移工比较不一样 你在台湾除了工作之外 也有在寻找适合踢球的时间形态 或者是公司环境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因为我那时候来是轮桥公司用轮桥的 所以不容易碰到礼拜天 然后这样子如果要吸踢球的话 要请跌还是要爬墙 对 也有那种行为 对 当然是不鼓励了 不过我真的觉得一个人的兴趣 对于一个成年人在工作的人来说 真的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兴趣的话 可能会觉得人生很枯燥乏味 没有任何的目标 是有点会像行尸走肉一样的 所以 所以就是 因为有时候我就选择要 那个公司违规的话 因为那天刚好对工业系比赛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 他们的需要我去出现这样子 出场比赛 所以我就选择要有那个公司违规的行为 然后再来我就要第二趟我就知道了 那我要选什么公司 刚好朋友介绍因为有仲介公司是 他也是喜欢踢球 所以那这样子我就选择来他公司这样子 然后也有公司也没有限时间 所以我就这样是机会大了 这样那我这样可以跑那么远 然后可以很多交流认识这样子 才来认识那个 那个罗老板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到了立新公司这边来当员工 不是 那个立新公司是 他是一个农场的那个公司 是 那个老板是他 当初是他跟也是有跟他就是卖菜干嘛这样子 给那个工地 然后刚好认识我朋友这样子 然后我朋友他就是就是跟立新老板说 老板要不要去看我们踢球 因为老板他觉得是他比较对泰国有信息这样子 然后常常去看 然后那时候就才认识他这样子 所以立新不是你的母公司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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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现在的公司也是比较适合你可以踢球练球的时间形态 对对对 所以这个立新的老板真的很佛心来着 立新老板他跟输球没有就是无关 因为他他为了就是喜欢跟我们泰国人交流 然后所以就是也是他也不懂 反正是不容易找那个有认识一个台湾人是 就是实施我们 然后反正是每一场都看我们踢球这样子 然后来到慢慢认识就这样子 然后有立新老板要变我们要选择要跑 跑外线中部南部这样子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懂是要租车还是要联络方式 都是立新老板帮我们联络然后也有赞助这样子 就变慢慢慢慢那个组队 以前也是我们都各去各踢的 所以也没有挂什么 只有挂工厂还是挂什么这样子 后来就是我们钱又搞大一点 那是也可跑远一点 那不然都就是用那个立新队好了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老板真的对你们非常好 你看不仅提供你们一些资讯 帮你们做一些联系 甚至帮助球队在台湾整个在地化发展 而且还具体的给你们赞助 对对对 这个老板 这个人真的很好 有希望有机会也可以访问他一下 好 因为我朋友是我认识立新老板是朋友介绍的 我不是直接认识他这样子 可是就是这几那个十几年来 差不多快20年了 那个才变我来负责除销这样子 因为我朋友是负责那个泰权馆这样 哦 所以他们还有一个立新泰权馆 是是是 所以这个权馆也是老板他提供协助 对也是立新老板 是是全部都是 就是也是帮我们泰国发展那个泰权 好 讲到这个泰权呢 我一定要特别提一下 就是在我们央广也有一个拳集社 而且我们学的也是泰权 是一位香港的教练来教我们练习的 那实际接触这个泰权之后 我发现呢 虽然刚刚前面有讲 练泰权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损伤 一些运动伤害之类的 但是其实如果扣掉对打的部分 作为一个基础的运动项目 其实他在训练方面是蛮多元化的 而且对于训练身体的反应啊 协调性其实都是很好的运动 因为我们在那边没有没有练习 都是对打 所以也没有什么保护 所以没有户序 现在这什么对的什么都有 对啊 我们现在练习的时候呢 都还是有这些拳套啦 护手啊 还有护腿之类的 其实保护措施真的是做得蛮够的 对对 以前也没有套牙 哦 没有套牙 那对打的时候 头不是很容易受伤吗 对 然后我们 我们也不是说 讲大要 就是对打 就是反正是可以 三四岁就可以开始打了 三四岁就开始啊 对对对 哇 那这个大家可能 从小就就像 就像那个什么 就是像那个巴西有没有 从小踢足球 对 他们没有 巴西人这么厉害 还是不是在那个肚子里面 都已经有带小生出来 大家这样讲 对啊 我想这个巴西人 或者是泰国人 不管是足球还是拳击 这个对运动的喜好 应该是伸直在血液 在基因里面的 对对对 对一样 泰国也是很早就 反正那是好像遗传吧 泰拳也是 对对对对对 对啊 这个打泰拳 在小时候 大家互相对打 没有保护的装备的话 很容易不分轻重 不分尺度 就把对方打到受伤这样子 就是可能我妈妈也看到 那个有很多 因为他那时候也是打泰拳的 命短 因为他看到好像 也如果没有命短也是 就是 爪路不方便 然后身体不好 对对就是 提脚就35岁以上 就变这样子 所以他要担心 真的是需要担心 因为如果没有装备就下去打的话 真的很容易变成你说的那个样子 我也是感谢他 是到现在我就发现了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 然后打泰拳也是蛮赚钱的 也可以发展到国外系 对对对 我个人真的非常推崇这个运动 不过我们现在把焦点转回到足球方面 刚刚讲到立新公司的老板 他提供你们非常多的协助 甚至是赞助 而且就算这些踢足球的移工 不是他自己的员工 他还是一样的照顾 那你们自己在台湾踢足球的时候 应该现在也不是只有说 大家约约就出来随便踢一踢 也已经发展出组织的 赛事规模的一些制度 对不对 因为就是立新算 对于公司算有名 那时候也没有谁敢跟我们比了 这么厉害 所以规划就变了 就是说刚好 刚好我有机会去参加国际联赛 但是不是除小是五人制的 五人制除小 有台北的五人制协会办国际赛 然后有邀请到泰国办事处这样子 那我也有认识那个泰国办事处的那个员工 他也给我发信息说 现在范之术有那个邀请除雪比赛这样子吧 你有没有人这样子 我说人有 但是以前都是发展除小 没有提过五人制这样子 然后刚好那一年是2004 台湾有那个世界杯的五人制除小赛嘛 我就是想跟朋友想说我们这样的话 因为泰国人数越来越少 然后场地也如果是除小场的话 也被学校锁起来封起来了 不让我们去用 场地不容易找了 那我们要不要改规划 再改替五人制 因为五人制好不好 是篮球场就可以用这样子 对耶这样子借场地就比较方便许多 在台湾篮球场还算是蛮多的 那我想特别请教一下 这个五人制足球跟一般的足球 它的除了人数啦 或者是一些赛事规则之外 在踢球的技巧方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这是五人制就像 就是跟篮球一样 规则差不多这样子而已 但是桥比较重一点 它不会跳跟那个私立人不一样 然后人数跟篮球一样 场地大一点 但是也可以用篮球场来实用这样 所以这个因为球比较不会弹 相对来说场地也就没有需要这么大 这是五人制足球的一个特点 不过相对的在这个短兵相接的情况之下 工坊上可能会更加频繁 是是是因为我住这边的话场地比较少 可是篮球场很多 对耶 其实在台湾真的是篮球算是比较平民化的运动 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小孩啊 或者青少年甚至是中年以上的 他们都蛮喜欢在河滨或是公园的球场聚集 一起打篮球这样子 对所以我也持住那个菲律宾啊 因为他们玩篮球啊 如果泰国爱玩篮球的话 就不会烦恼到场地了 是所以在台湾 你们因为场地类型的关系 所以现在比较踢的都偏向是五人制足球了吗 对就是中五人然后新十一年 因为我比较就是现在选择发展是五人制 但是十一年制也有经营他们这样子 如果有哪一个单位办的话 现在我也是都是交流变国际赛的 就是跟其他国外交流比较多 所以你们现在比赛的层级 或者是你们训练的目标 都主要是以国际赛为目标了 对因为也是一样 从2004年来都是泰国没对 对立新比的 然后从用过立新出销队以后来的 都是前台湾找的 都大家都是朋友是同一个队的 所以我不想伤害到各系各队这样子 如果是如果我去重组立新队 然后跟他们中部打南部打 那如果赢他们的话 下次我需要他们来协助帮忙 他也不愿意来 这是像变泰国移工国家队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朋友也是在泰国也是 也有在当基督部教练 所以就碰到很多原因 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像台湾那么欢迎 给那个义工参加那么高级的 只有台湾而已 所以我就把那个就是他们各系给他们 就是给他们办什么活动比赛随便他 那我们有机会就是把那个用那个立新赞助他们 但是奖金奖杯送给他们就好了 然后有机会我们就我们就下去看 那个桥园就是进进来 新桥园有没有体力有比较好吗 还是还可以教这样子 他会不会进步还是可以 可以把这些球员拉上来 对然后因为我主要是走两个方面的 是在跟其他国际的比赛 然后就是跟台湾打台湾的那个联赛 就是除学办比赛 还是无人事除学办比赛这样 就是变我们太狗角这样子 哇那这样发展方式其实蛮不错的 你们一方面经营基层的赛事 一方面如果有比较重要的国际赛事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马上找出适合的球员来参赛 这样真的还蛮不错的 而且我没有想到你们球队的实力 现在已经不太能够替一般基层的赛事 对不对 甚至还可以有余力去培养一些基层的种子球员 对对 那这些年你们有发现一些不错的选手吗 也有发现也有从泰国找过来这样子 就是因为泰国像泰国基督部这样子 然后那你假设你在无人事假踢泰国联赛 那个踢脚就是一个月一万块这样薪水 但是他也是我们学弟这样子 那我就跟他介绍说 如果你因为进来台湾也就是用那个工作证 来上班的话 有很多公司也是免费 那你都没有什么任何费用 那也有可以踢那个也是踢无人事假 也是一样你的意思 他觉得但是台湾底薪也是两万两万料啦 是 所以他觉得不错 可以就是如果是半工半度 可是半工半踢啊 也可以啊 这跟大家普遍想象好像不太一样哦 大家可能觉得说 一共来台湾应该是以工作为主赚钱养家之类的 然后可能慢慢有一些兴趣去发展自己的休闲喜好 例如踢足球之类的 但是现在这样讲起来 其实台湾的环境倒是蛮适合运动员来台湾发展 你是慢慢到母国去找适合的运动员来台湾 是以踢球当作主要的目标 而且这样顺便工作也有收入 可以持续发展自己的足球能力 因为我我待很久 我知道是哪一家公司比较符合踢球的 因为因为他们像我我找 如果是一般进来不认识去看去找 但我看体力还不够 可是我要往高高级的比赛的话 也有很多想 他不知道什么来 还是他不知道什么 就是带他来这样子 我就愿意出所去协助他 带他来 介绍他来 然后也想到他的生活 可以踢球 他也是很开心的 然后很高兴 也有幸福 可以培养家里这样子 因为如果他在泰国一万块 生活不过也没办法养父母亲这样子 但是他来台湾的话 那收入大概三万 三万以上的话 当然开心 也是可以踢球 诗教练您真的是佛心来者 我想一般的泰国运动员 可能没有想到说 台湾有这样子的管道 有这样子的资源 但是呢 你提供了这样的管道给他们 是因为我现在是工作也是 就是管理 就是法律管理外劳 所以我知道是 每一家公司是哪一个符合踢球的人 那前手像他在基督部踢 但是他没有办法上狗角了 就是没有办法爬高了 那谴责要不要来 因为五人是三十四十岁也可以踢这样子 那他们三十岁来也是也有体力这样子 给他们参考看看 然后因为如果是只有用那个外籍医工在台湾的话 来不来不及培心 因为他从小没有没有教过 然后因为五人是他比较很深 都要靠练习这样子 可是如果教的被踢的来 那我们就生了要练习 然后还有就是教就教高潜了 不用再重新练习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才跟那个台湾 台湾先 那个因为台湾也不是 台湾也是很厉害啊 所以我们也是要搞 也是跟他一样差不多程度这样子 好的讲到这里呢 我真的蛮希望台湾的足球运动 可以在移工在台湾发展足球的情况之下 也能够跟着把水准一起提升 不过呢 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暂时要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时间的关系 我们会在12月16号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持续访问到施太新施教练 来谈谈各国移工在场上 他们是怎么样互动 在场上又有哪些难忘的趣事 为什么台湾人很少看到移工 在河滨足球场踢足球呢 希望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来呈现移工足球 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故事 谢谢施太新施教练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有问题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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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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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